嗯 有了啦 麻辣粉 是烤肉醉醬的灵魂 青菜直接夾起来就可以吃 都很晚 嗨 嗨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天吃饭 大家一起聊天吃什么 吃什么啊 等一下告诉你 我们今天要吃一个很特别 吃一个你最喜欢的东西哦 今天要聊什么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啊 如果去到不同的国家 可能都会有一些习惯上的改变 食物 对食物 比如说像我以前是不太吃辣的人 但是我来到新加坡之后 变得超级爱吃辣的 就是每一餐都一定要吃到辣才可以 但是有一些习惯就是你不管搬去哪里 这些习惯可能就是永远跟着你 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看看 就是有没有哪些习惯是 就算我们来这边十二年多了 还是改不掉的 一定要做的事情 好 好 那我们就开始 开始 准备今天的食物 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BBQ BBQ 没错 我们今天要来BBQ 因为中秋节快要到了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台湾啊 中秋节 一定要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 烤肉 烤困 其实我觉得中秋节庆祝的方式 在新加坡跟台湾是还蛮不一样的 在台湾就是烤肉 吃月饼 跟吃蛋黄酥 吃蛋黄酥 对吃蛋黄酥 在台湾呢都会吃蛋黄酥 我超爱吃蛋黄酥的 我以前 我也是 你也是吗 因为蛋黄酥通常是在中秋节的时候才有在卖 然后我妈就会在中秋节的时候去买好蛋黄酥 然后把它冷冻起来 但有一天我回台湾的时候就可以吃到蛋黄酥 好感人哦 是吗 呃呃 哈 台湾还有吃柚子 呃呃 我不知道这里吃不吃柚子 不会 我没有去很注意 这边还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就是新加坡的中秋节会提灯笼 你知道什么是提灯笼吗 不会 就是提那个一个灯笼会亮的 在台湾提灯笼是元宵节在提的 但是在新加坡是中秋节在提灯笼 跟看灯笼 这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点 在台湾啊 中秋节其实算是一个还蛮大的节日 大家会团聚的日子 团聚 团聚对 大家都会在一起一起烤肉 你可以follow J-Bang的啊 我的小超被发现了 中秋节啊 就是这个月圆人团圆的日子 被BBQ 一定要烤肉的日子 所以咧 我们来到新加坡也不例外 因为中秋节要到了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烤肉 BBQ BBQ 没错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在家里也可以烤肉的方法 好吗 今年我们家烤肉咧就要靠中台 这台是TGIN的Multifunctional BBQ Griller 多功能的烤串机 顾名思义啊 这是BBQ的 对 它是多功能 它的功能真的非常的多 所谓的 功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所以像我这种厨艺不怎么样的妈妈 就非常需要一台这种 很厉害 多功能 又简单操作的机器 最重要的是 你们来看一下 它的颜值是不是很高 是 是对不对 这它长得超美的 This is very beautiful 对对对 它不只是长得美而已啊 这个TGIN这个品牌 它也曾经为很多大品牌代工 像是什么松下九阳啊之类的 所以相信它的品质也是有一定的保障 可以吃了吗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烤了好吗 我也要把你烤 好我们一起来烤 这台机器主要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呢 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上面这个烤串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来做的烤串 胖一点的东西要分开放才不会打架 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Pineapple 不要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它还有地下一楼可以放OK 所以它又是两层的 一二烤的时候 对烤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盖子盖起来 底下的这个水盘要给它加个水 才可以让你的肉汁水 水加好了就可以关起来了 汁水吧 对等一下就会变得汁水 这个串烤机有多简单 我们派出小朋友来设定就知道了 首先因为我们今天是要用上面的串烤 所以是选择BBQ的功能 接下来只要选择时间 时间的话这里就已经有告诉你的BBQ是6到10分钟 可以关着吗 接下来我们要来见证历史性的额 OK 拍Mini Sky了 你看到了没有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在做什么 turning turning right 哇你看这个串烤机它有自动旋转的功能 台湾的烤肉一定要加入这个台湾的烤肉酱 谁要帮我打开 我 好那你可以 诶 等一下 我先帮你看看这个有没有烫一烫这个手把 这个会烫吗 不会烫对不对 它这个有做特殊的处理 所以它这个把手不会烫 这个板面是非常的烫 这个拿的时候一定要从这里打开 超香的 喔 最主要是这个是不是我们手都不用去动 对对对 就外面这个会烫吗 只要动嘴巴就好 这个把手这个也不会烫 OK 这只有这个板面 玻璃的板面会烫 不要小心 好 好 小心喔 OK 现在要加一些酥子进去 我要烤肉 烤肉 我可以吃了吗 我可以吃了吗 你可以吃了吗 我要看一下 哇 好好吃 今天差不多 Amazing 平常烤肉都要自己在那边转老半天很累 而且尤其像玉米这种东西很难烤 所以有这个自动旋转的功能 你就可以坐在旁边翘起来休息 我很喜欢这台串烤机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因为它这个透明的盖子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食物的状况 而且它这个上面 你不管是这样做蛋糕 或者是煮披萨或BBQ 它都有帮你写需要的时间 所以对我这种金鱼脑的妈妈来讲 什么是金鱼脑 金鱼脑就是脑袋很小的人来讲 你这种小钞就是超适用的 有没有比金鱼更小 只出一张嘴的人现在在旁边吃得很开心 它吃了第三个 真假的 你看这个 哇 棒棒 贝拉米 谢谢我们在做BBQ 你欢迎来 其实我们以前还没有生小孩之前 我跟Aespa还蛮常去吃Yakitori 但是 可以吃的吗 马上就好了 我们现在等它烤的时候 跟大家聊个天好吗 因为通常我们去餐厅 如果吃Yakitori的话 就是需要等一些时间 然后再加上通常那种烧烤店的油烟味都还蛮重的 就比较少带他们去那边吃 所以现在有了这孩子后 我们就可以在家里轻松的吃Yakitori 重点是不用在外面晒太阳 在家里就是吹冷气就可以 你知道为什么台湾终究只要烤肉吗 因为NOTI 因为NOTI所以烤肉 是 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广告 就是烤肉酱的广告 它就是一家烤肉万家乡 一家烤肉万家乡 我相信台湾人应该都知道这句话 可能现在年轻的人不一定会知道 在我们那个时候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所以大家就有一个概念 就是一家烤肉你闻到那个香味之后 大家就跟着一起烤肉 所以就这样子流传下来 变成大家现在中秋节就是要烤肉 你有没有什么习惯是 到新加坡之后还是会做的事情 比如说烤肉在台湾中秋节要烤肉 但是新加坡中秋节其实是没有烤肉的 没有事实上我入京水俗 好香 Juicy对不对 嗯 因为它这个下面有这个水盘蒸水的功能 所以肉会保持它的水分 那个可以下去 Kong也是对不对好吃吗 好吃 Kong的好的吗 有 那你知道还有一个习惯是 来新加坡之后也没有喝的吗 No.2 就是喝手摇饮料 I don't understand this You talk something else 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刚来新加坡的头几年 是没有在喝的 因为那时候选择没有那么多 就觉得没有很好喝也没有在喝 但是最近这几年就是越来越多的品牌进来之后 就觉得某几个品牌很好喝 所以才开始又喝 但是不是很健康啦 看你怎么点 如果你点红茶加鲜奶 哦对了 喝茶的话是还好啦 可是自己再加泡会更好 对对 接下来我们要使用它的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烤盘 然后下面的水我也加好了 因为在台湾的烤肉啊 台式烤肉有一个最重要的灵魂 台式烤肉最重要的灵魂 一山吐司 最重要的灵魂就是烤肉片夹吐司 烤肉片的话这个功能就要把它转到这个 grill pan的功能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烤盘 下面可以烤面包 上面可以烤肉肉 是不是一鸡多用 grill pan的功能 这个肉片勒我昨天已经腌好了 腌了一个晚上 然后我们现在来转这个火 这个是grill pan 你知道吗 那个是grill pan ok我们现在把它盖起来让它炒一下 才不会有腌 然后你看这个上面就是会有一些水蒸汽 面包好像好了 香吗 香 不香的 香香 有很香 香对不对 ok 再让它烤一下 这应该很快就好了吧 盖起来 可以吃bread有吗 bread啊可以 我们刚刚在这个上面也抹了一点烤肉酱 还有butter because of you add water 对因为这个底下有水 然后水它在煎的同时也是有一点水蒸汽 Can I have some? Yes of course Can I have some? Sure Yes the small one 在台湾的吃法就是 这个肉片拿吐司把它夹起来吃 我要 健康一点呢 你可以用青菜直接夹起来就可以吃 I don't want 对 但一般来说是夹吐司 ok 嗯 好温的 妈妈好温的 妈妈可以请阿哥阿妈来吃 我们咖哩BBQ吗 可以啊 哇这个肉真的是 嗯 好吃 yummy yummy juicy right 这个真的是很不错耶 这个真的是很不错耶 yummy 嗯 这台机器要清洗的时候也是非常好清洗 它的所有的零件都是可以拆下来洗的 所以如果你家有洗碗机的话 直接放进去洗碗机里面洗 都是可以的 就是这么的简单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我会把商品的连结放在底下 大家可以去做参考 不知道大家中秋节都在做什么 除了吃月饼之外 其实我本身没有非常的热爱吃月饼 我比较喜欢吃蛋黄酥 但是这里 蛋黄酥 蛋黄酥就是一颗圆圆的里面有包豆沙 豆沙的中间还有一颗蛋黄 这边好像比较少看到 但是台湾中秋节的蛋黄酥 是非常流行的一个食物 可以看它吃的程度就知道有多好吃了 你看 这个脸 这个衣服 好吃吗 好吃 你喜欢BBQ吗 喜欢 我也喜欢 今天的影片就在google 拜拜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大家不要 大家不要忘了去我们的新频道 新频道其实我还没有决定要放什么 但目前就是放一些专门是小朋友的花絮 所以的花絮我都会放在新的频道 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记得赶快去订阅 这是很甜 这是很甜 这是个特色的 是特色的 是个小蕊 小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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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